游泳老师在脸书上写道 这个会起表决失败的痛苦 对民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是痛彻心扉的 游老师说他始终认为 过去这段时间台湾民主走岔了 我们本可走上康庄大道赏心悦目 逍遥自在的 事实上这段论述 大概从今年2月1号 新国会开张以来 这几个月每个月 游老师上我节目他都会再提 他今天下午4点钟又要来了 也请大家锁定 所以我请教亮哥 那可以预期的是 下个会期冲撞会更猛烈吧 我觉得 这个取决于赖清德的认知 我相信赖清德跟党团 还是说了上话 就是你这个会期 我也不知道 民进党主张什么 法案一定要通过 我根本就感受不到 坦白讲我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赖清德要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主要就赖清德的问题 你若有大的大政方针要推 你一定会让大家感受到 那相关的预算法案就会出来 大家就会有一个方向感 那也会去做宣传 然后各种政论节目也会讨论 现在没有人知道你要干嘛 事实上我们看绿营的节目 绝大多分都在讨论国民党提的案 有多烂 不是吗 那就表示国民党是主导了立法院 那你这个党到底在干什么 我说民进党 你是执政党 那照理讲那个行政院在立法院并不是没有角色的啊 你agenda setting 你手上有那么多预算 对不对 那你可以宣传啊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打炸那个案 我也没有看到怎么宣传 打炸那个案 照理讲应该朝野都有共识 要共推 那好歹是你行政院提的案啊 可是我就没有看到 我就没有看到 比如说内政部长常常挂在嘴边啊 或者赖清德到哪里就挂在嘴边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到 因为赖清德就是 他就只对政治议题有兴趣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麻烦问题了 就是 你即使两岸触礁 那可是有旅游问题在处理 有那个这个大陆有派彩线团来这里 你也可以讲话 或者是金马奖大陆有派人来 你也可以讲话 他就不愿意讲话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两岸的流言 只给人家感受到互不隶属 那你这样就很麻烦了啦 就是我们都看不到具体有血肉的东西啦 事实上我们的日常生活碰到的 都是很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打炸 打炸我觉得有几条是不错啊 那为什么都没有人在宣传 对 而且这才是人民会有感的 是啊 当然是这样啊 比如说家中其刑 那接下来如果真的有出现个案 那只要讲一下嘛 那我们知道原来法律改了 都感受不到啦 所以我是觉得蛮怪的啦 我觉得就是整个他在党的系统文宣 比如说最近文宣都集中在打国民党那个幼稚园 你看这个立法院的实际的第一个会期的成果就是 你民主党几乎都输嘛 清鸟债也没用啊 那你不是又重岛负责吗 你叫清鸟来有什么用 你还是输啊 而且清鸟现在是每况愈下人越来越少啊 你国会改革那时候是最高潮 你国会改革无法也没过啊 那你怎么从这里都学不到教训呢 要么就是搞那个谢国良的罢免案 就是都是那种冲突性的啦 然后我们不知道他要干嘛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立法院的法案里面 比如说行政院版的还是通过18案嘛 那请问内容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坦白讲如果连我都不知道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知道 就会变成这样啊 那你手上的宣传机器这么多 那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觉得赖清鸟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不会治理国家 因为我觉得我的印象中 不管是陈水扁 蔡英文或马英九 比如说 他前面那三个月一定让你感受到他在干嘛 比如说陈水扁 他前三个月就在忙军队国家化 各种党组织要退出校园 退出国家 退出媒体 那你就觉得他是在干嘛 那那个就是你 你执政的主要的意义嘛 对不对 马英九 马英九前三个月在干嘛 两岸正常化 三通了嘛 对不对 各种两岸的法案在跑嘛 就是人家都会 我现在还可以随便讲出来 我现在不知道赖心达在干嘛 我说实在话 那你如果说 你知道你立法院是少数 有一些非立法院支持不可 你说好了 你说傅昆琦 黄国昌不可理喻 你也可以找朱立伦跟柯文哲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找 对 你为什么不找 我跟你讲 我相信他如果找朱立伦 找柯文哲 这两个人一定都会跟他见面 会 一定会 对不对 那到时候你就凌驾 傅昆琦跟黄国昌了嘛 你就凌驾了嘛 那你怎么不会用这样的权力手段呢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不会治理国家 因为你如果变成是党主席 跟党主席见面 说我们有一些重要议题 可能要讨论一下寻求共识 不然立法院又是一团乱 其实这个老百姓是乐见 偏偏你就是没有 偏偏你就是没有 你就是想要独拿 就是你不认为你是少数 你要独拿 独拿的结果就是鼻青连肿 这个就是游鱼龙在讲的嘛 然后国民党赢到爆啊 还把深空豆腐讲出来了 好吃到爆啊 好吃到靠背啊 就这样啊 你民进党都一直输 奇怪 你一直输 怎么没有从这里反省 说你的方法有问题啊 柯建平也没有啊 柯建平也是无主到爆啊 那这辈子没当过这么无主的总招啊 以前在也 王金平也是那好友啊 对不对 对他们为什么不调整战略战术啊 这个你等一下去问游鱼龙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 而且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了 你柯建平也可以去寻求 跟韩国瑜的友谊啊 韩国瑜这个人我是很认识的 他不可能距离于千里之外啊 如果你是诚心要交朋友 可是都没有出现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赖清德也不找朱立伦 也不找柯文哲 然后柯建平也不找韩国瑜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在空气中 一直听到一些谣言嘛 所以接下来他要用司法诊诉你 对不对 一下传出说 搞不好赖清德 接下来要换柯建平 搞不好赖清德 接下来要起诉柯壁 都搞这一种的啊 那你这样怎么运作 我就觉得真的很奇怪哦 所以我坦白讲 我叫他一个月斗鸡一点都没冤枉 就你这个人真的是不会治理国家 你就是一只斗鸡嘛 不然事实上 因为我刚刚讲的相关人 其实我都认识 他们绝对都不是喜欢跟你斗的人啊 绝对不是 朱立伦也不是 柯文哲也不是 可是你偏偏都不要找人家 所以你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看以前的 我们台湾历来的领导人 都没有像你这样啊 你是唯一的啊 你已经唯一到美国都在烦恼了 所以美国还要下场来保护蔡英文啊 也说你不要乱搞 搞到去起诉蔡英文 那这个国家整个都乱了 所以我是觉得 坦白讲我们在讨论立法院 更核心的问题是 是赖清德啦 就赖清德如果真的愿意大家好好谈 那我们通过的法案绝对不会那么少 对不对 因为争议变少 坦白讲有一些根本不用表决啊 我们以前根本就 当有都是最后一天晚上 在那边跳着音乐站 而且我就看到那个王定宇在留言 说就插一个支也要表决 他就很火大嘛 他说民众党就一定要给你搞一个 国民啊 故意插一个支 要给你弄成B案 然后A案跟B案内容完全一样 就插个支 我觉得如果朝野会搞成这样就是 大家都火气来了啦 结果大家受苦嘛 你搞我我也搞你嘛 他就在那边浪费时间 搞到快要12点 结果才通过55个法案 就是这样嘛 这个最终真的是要回归到整个党的领导的问题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